美国移民局近来加快处理了公民规划的申请 有不少华人递交规划申请N400表格时 被美国移民官官员问及是否是共产党员 不止大陆人士甚至台湾香港等地申请美国移民的华人 也被盘问是否拥护共产党政权 美国律师表示美国移民法规定 共产党员及其所属组织者不得移民美国 如发现违反规定说谎者可以缔解出境 根据美国早期的移民法规定 凡是隶属于共产党及其所属组织者不得移民美国 在入境之后如果被发现隶属共产党将被缔解出境 法律的根据是美国移民法第212条规定 共产党和集团主义组织的成员 或者和共产党的下属组织或者外围团体的成员 第一不准入境 第二不能调整身份 第三可以避解出境 几位来自大陆 现今已经移民美国的人士 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 下面请听听他们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这个东西很不好啊 很坏啊 你如果以前加入过这个组织的人 你在这个组织工作的人 肯定受到不好的寻陶很多不好的感染 对于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念 保护这一块净土 不被共产党主义邪灵所侵蚀 那么作为移民民主 他贯彻 执行了美国的价值观念 严格把关 这个是应该持得非常的 美国的立法之本呢 就是汉文能传 基本能传 不过美国素有贪官天堂之称 据了解 中国外逃官员入境美国 获取的永久居留权时 往往刻意隐瞒 中共党员和官员的身份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认为 美国并非中共贪官的首选之地 因为美国是世界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 此外 美国又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 美国联邦调查局 对外国转进来的财产非常警觉 你不能到了美国 想争取移民利益 又隐瞒共产党的身份 而且继续死心 PARTY的为共产党这个政权卖命 那你就变成是一个 现行的集权主席 那就是罪上加罪 也移民纽约的史评论员 洪健表示 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 中共活摘器官的资料 陆续被曝光并且证实 美国政府很有可能 已经了解这个事情 并且受到很多国家 以及良知人士的谴责 从与民官的角度来说 他有这个问题 是非常的必要的 因为写党所去摘除 很多钱的器官 这个行为已经是 不是人的行为 那凡是加入过中共的 美国不会接受这样的人 燕林表示 中国共产党员 如果曾经参与 或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甚至抵制中共政权 镇压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等 美国政府都会严格保护 这类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